全油管最快新闻 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 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 我国蓝领群体的就业质量呈现提升趋势 报告显示2023年蓝领群体的月均收入为6043元 月扫货车司机和外卖员的收入处于较高水平 新就业形态尤其是以外卖员为代表 成为提升蓝领就业质量的新主推器 使蓝领群体与白领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此外新就业形态的灵活性和收入确定性高 为蓝领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 蓝领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成为趋势 未来需要进一步发挥新就业形态的引领作用 为蓝领群体提供更多选择和发展空间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市